今天幸福家庭甜蜜蜜要来聊的主题是数位世代的爱情距离 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用过像这个Tinder这样子的一个算平台 或者是像一个App 或者是说用过爱情公寓 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交友软体 现今网络世代生活在一个跟过去大不相同的世界 因为通讯科技与内容分享太过于发达 所以距离也不再是拆散人们的因素了 世界各地的人无时无刻都可以交换讯息沟通 所以就连爱情好像也能透过网络连接而产生 但是这样子的爱情是不是能够稳定长久呢 今天幸福家庭甜蜜蜜的节目就邀请到了 高师大资商心理与附件资商研究所卓文君教授兼所长 来谈谈数位世代的爱情距离 卓老师你好 子玲好还有我们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说跟老师来聊聊 我之前跟朋友在聊天 就说现代人要谈恋爱实在太困难了 好像离开学校之后呢 就很难在工作啦 生活上在认识适合交往的对象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说 那可以去交友软体注册一个账号啊 就可以认识许多想谈恋爱的人了 那透过这些交友软体甚至还可以去认识外国的恋爱对象 但是呢我们也怀疑说在这种网站或是APP上面认识的交往对象是不是可靠呢 这个实在是太难讲因为现在那个网路的交友软体 我上去看了一下其实还还蛮多的 我注意到有人很有心哦 他不晓得是不是自己亲身事法很多经验 他自己还分析实际上的软体他用两个角度在评分 一个叫做可靠度 就是这个软体本身就是提供的讯息也好 在交往里面是比较可靠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浪漫度之类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好玩有趣 只要浪漫不要可靠 对对对对 他就用这两种在评分 然后就把一些交友软体就列出来 然后描述一下 然后就给了用五颗星的方式 这个三颗星这两颗星 一颗星三颗星之类的 所以真的非常多 那我觉得反而要回来去想 当我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真的想要透过这个来找对象 因为我的生活太单调了 就这样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人选 那我就觉得要扩展 那交友软体当然是一个方法 那但是有些交友软体 几切进去之后 一方面比如像那个照片 有交友软体他是会测试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Tinder 他我们都要注册嘛 有很多你的身份证字号什么什么 那照片连续几张都会去对 那有些是随便你啊 我还可以偷明星的照片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批 批的很好看很帅的 然后贴上去 那这种的真实度相对就很低 所以很难说 进到这样的交友软体里面认识的对象 是不是就真的很可靠 可以长远 这个就是因软体还有我自己本身 我上去要干什么 有关系 那因为你讲到这个 就让我想起我有个个案 我个案他是这个交友软体的专家 什么意思啊 他去很多交友软体吗 他很会上这个交友软体 然后就认识很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认识很多人 那他的关系其实坦白讲 最长也有半年的 然后也有三年 可是三年当中又穿插了其他人 那我要表达意思是说 对他来讲就抓有软体 然后透过那边去认识对象 是一种寂寞的牌潜 那当我问他的时候 你叫这些人 因为对方欺骗他 或者是后来两个人走不下去了 他也会难过 有失恋的感觉 那所以我就会问他说 你进到这样的交友软体 那这个经验累积下来 你发现什么 那譬如像他就会说 有些是骗人的 包括他自己也 就是交友软体认识的人 约出去 发现不对 第一天 第一次约出去 两个人就上床 很快 那我说那这个经验告诉你什么 然后他就会说 对方也是想跟我上床而已 他知道 那知道之后接下来能不能做到 我怎么保护自己 或者是我不希望再有失恋 被欺骗被伤害的感觉 那我我可以怎么做 那这个是当然后面是 智商在谈的重点 那我只要讲说 你看他有很多软体 他都上去了认识 然后他当后来他其实也是有点经验 好像有经验又不太有经验 所以才就是要嘛 他没有骗别人 他都是很真实的呈现自己 但是遇到的人就是有人是真实的 但是有人的确是交往 没多久后来就比较知道说 根本他不是像他自己在软体上面 讲的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人设崩塌了 类似这样子 所以你问我一个 这个交友对他可靠吗 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那当然危险性 风险性好了 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如果透过 我们一般年纪大了 很讨厌 相亲吗 有没有 就是自己交受不出去 透过相亲吧 但是至少有人先帮你把关 对啊 这个人的真实性相对于网络上 他人设自己的营造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同 至少身家都帮你先调查清楚 是 然后再补一个 我的确也设计过一对 是婚前 就是要结婚 即将要结婚 然后两个人是因为有那个 金钱上的一些焦虑 来的 然后我问说那你们怎么互相认识的 两个人他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就说他们两个就是交友软体认识 那你看哦 交友软体可以走到后来要结婚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case by case 是 其实像我之前在做硕士的时候 我的一个研究的群体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恋爱的社团 对 你也是要到网络上面去注册 那你也可以去认识 那刚开始他们的一个发起 就是说在竹科那边有好多的科技公司 大家就是没有交友管道嘛 所以他们几个这个社团联谊 然后就把它变大 然后就放到网络上 你就是可以开放给台湾各地的人 只要是未婚的你都可以去登记这样子 要办活动啊 透过办活动各地这样子去认识 我觉得这个就也还不错啦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说 现在交友网站这个 我刚刚本来是要问老师说 那像我看到他上面有介绍 内向害羞的人想要认识恋爱对象 不要害怕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因为就是有那个网友分享 只有跨出去的才能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让所有人有机会认识彼此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深深的感谢 所以要问一下 像我这样内向害羞的人 也可以去交友网站找机会吗 虽然刚刚有说他不一定是很可靠 但是也有走到后来的嘛 是啊 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 透过交友网站去找机会 因为那个这个科技的发达 然后很多的设计 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看你会不会想要去用它 那我想 相对来讲好像是外放的 然后就是很热情很活泼的 或者很怎么样 他也一样可以透过旧软体 去达到他想要的目的 所以内向害羞的人 我想重点就是 可能要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软体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能那个安全可靠度 就是进去 当然可能要付费 那个付费有时候还可以分等级 那我知道有的交友软体 他还会比如像用一些心理测验 你填打之后 然后就可能自动会有帮你那个 配对或分组 就是可能类似都 心理测验结果类似的 或者是比较适合的 就会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对于内向害羞的人 可能自己要想清楚 我自己希望在这样的软体 认识到什么样的人 那去找一个适合的软体 帮你先做好筛选 那否则有时候自己带着一些想象 还有期待进到这样的软体 但是后来是受骗的 我想有时候对于内向害羞的人来讲 会是一种伤害 那反而以后会越封闭 会容易退却 那有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 两面刃吧 那一旦受到伤害 可能就会越退缩 那越不容易交朋友 那希望把这样的风险降低 是 好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交友软体上面 就是去分辨说 这个我被吸引到的这个对象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进一步交往 还是他是说是骗人感情的呢 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有些他也是会走到最后 可以去结婚 好像上面认识的人也不完全说 是渣男或是渣女 是啊 这个有时候也要靠几分幸运 那我觉得还是回到 自己也有一些几个策略 其实网络上 如果真的有兴趣透过这些交友软体 都可以去搜寻 也有人教我们一些方法 比如像怎么样防止受骗 第一个就是希望对方正实性提高 所以以照片外形来讲 有的人就会po那个 如果批到很漂亮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偷别人的照片 那就可以比如像用Google方式 以图搜图 对类似这种方法 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了解这样 那另外比如像 最好的交友软体就是实名认证的 你不要用自己的绰号啊 取一个疫名啊 而是我真正卓文君 我就是要key卓文君 我的身份真是好什么什么 当然就要留意这样软体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骗人 就是你的个资就泄露出去 所以知名的软体 而且是很多人都在用的 也比较被认可的这种软体 可能还是要找一下 会好一些些 我觉得这是表面的嘛 就是第一层我们先从这些角度来确认说 这基本上是安全可靠 那接下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一开始遇到可以聊天的对象 你可能看顺眼了 然后开始聊天 我觉得反而比较重要就是 去留意我们聊天的内容 那刚有一种就是真的我已经不止 手头上有个案真的都是一夜勤的 就是透过交友软体 然后认识然后就去 就去摩特鲁了 这种也是有的 所以彼此都心知肚明 我们上网交友 事实上也许类似像约炮 想发展一夜勤的 这种就有 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把握住 我其实是想要有一个长久的关系 不是这种一夜勤的 因为一夜勤越怕约约 以后大家会不会就很容易定在这样的地方 就是 就是以 要怎么讲 以性交友 就是这样的方式 那或者就会变成是 对方一次之后 他如果是要尝先 是吧 那你恐怕你就不会再约到第二次 如果我觉得我是又内向害羞的人 我相对也保守 那就不要轻易尝试这样的方法 来 稳住一个对象 那所以谈话的内容 我想还是要从多方 就像我们一般交往一样 互相认识彼此的兴趣爱好 很多的价值观是可以聊的 然后再来就留意说 对方会不会从这里头开始慢慢透露一些讯息 比如像需要钱 或者就觉得你是很有爱心的人 要跟你募款 募捐等等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通常是要很拉长时间来看一个人 如果很短的时候他就跟你要 要什么钱啊 说我知道 还有很好的投资管道 是吧 然后就说我们 要不要来揪团买东西啊 这种就要留意有一些网路诈骗 透过这种交友的手法 在诈财的 诈骗的 那另外骗感情的大概就是骗肉体吧 感情没什么好骗啦 因为 我很快就可以转移对象 那所以 他对你有所图 那个图的是什么 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如果我觉得 无所谓 反正就是在跌跌撞撞当中慢慢去 找到我自己的对象 那就留意让自己不要太容易受伤 是吧 但通常很难 因为 人投入自己的身 对啊 真诚 对 就容易变脆弱 所以在网路诈骗上面 有一些 这样的小小的 就可以留意 然后很重要的 对 我不想那个 子玲你有没有看过 韩国 其实现在都会可以找到 他有一个叫 Telgon的 N号房 这个影集 你知道 我听过对 是 他就是 透过网路交友 这样的方式 有74名 韩国的上女受害 对我想到了 对 那个大人 然后就被控制 然后 他也可能 做更多的新交易 等等这些事情 那我要讲的是 网路交友也要很小心 我们讲到后来 可能就不要太快传自己的照片 是裸露的 就是私密照 这件事情 因为一旦传出去 我觉得我还要我这张脸的时候 我就被控制 所以有非常多 小小的那个 那个点 陷阱看起来不是很大 或初心 然后觉得对方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把他想得很快 很可能在这个过程 就会受骗上当 对 讲到受骗上当 那我就觉得这样会有点 尴尬或矛盾 就是 我们 在网路上面遇到一个人 然后觉得 还蛮聊的蛮好的 所以我要 验证一下他的真实性 那最好就是 约出去见面 然后呢 我就可以比较知道说 这个人是不是跟他网路上所呈现出来的 包括他的照片 什么什么 是一样的 个性是 讲的是一样的 那约出去 我又会担心 那会不会出事呢 就像那个 韩国的那个 恩号房 约出去有时候就 就就 被骗了 甚至被控制了 这样子 那所以我网路交友要跟他出去吗 那出去的话有没有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是 交往肯定要出去的 就像我不可能永远活在虚拟世界 两个人 透过镜头 然后这样交往走下去 所以一定要碰面 那碰面我想跟我们一般 就是 如果在大学如果有机会教学生 怎么约会谈恋爱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 让自己周遭你相信的朋友或家人 你即将要跟谁 出去 比如像我约这个礼拜天好了 礼拜天要去哪里约会 好歹告诉我两三个 好朋友 让他们知道整个学习 所以 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会全世界只有我跟对方之间 知道 那外一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人可以救 事后也没办法干嘛 所以这个很重要 要有人 第三者 第四者知道你 你要约的时间地点 在哪里 那再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初次见面或前面几次 碰面因为 对对方还不够了解 所以我们的地点 还有时间上面 真的要好好塞一下 有些地点很重要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要变成基本常识嘛 我们不要去约到那个很偏僻的 人很少的地方 那或者一约就约到夜店 晚上 让人家想入非非的地方 半夜才很high的那种 这种地方其实它就意味着某些 性质了嘛 是吧 红聚 追求的是一个声光 刺激 很短暂的物质的快乐 然后那个时间点是半夜 所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跟 去完夜店之后可能还可以发生的事情 所以即使 光约的地点来讲 也就多少可以了解对方感兴趣的是什么 或者我约 我的目的是这个 那当然 你约到对方 愿意跟你出去 那也许这个就是两个人说好了 那所以 这个是地点上面的 所以 即便要什么咖啡店 星巴克这种的开放空间 别人可以看到你 知道你还有跟谁在一起 甚至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側隐的 就是 可以留下你的足迹的 是 万一发生什么危险事情 人家可以透过监控 干嘛 去追追踪追查 这是怕万一 是吧 那时间当然就是 白天 那晚上就是刚讲不要太晚 这样 所以比较是正常 我们一般约会会 会出现的地点跟 时间 那至少先确保 在这样的情况 底下 我们还可以谈话 在更多的了解 我有一次会 看到他这个人的不同面向 是 去观光街啊 看他喜欢买什么 他会看什么 走在路上 看到美女 就开始 听着不放 看着帅哥 他就眼睛 亮了这样子 那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 那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透过各式 各样的一种方式 去观察 然后了解 这样子 好 那 其实我刚有想到说 这个交友软体 除了我们特定去上一个软体之外 像我在脸书上就常会收到 很多人莫名其妙 都男生要加我 这样子 因为我的照片 大头照就是女生嘛 对不对 然后就很多 尤其他们都会说他们是国外的 对不对 莫名其妙什么国外的哪里哪里 然后看起来工作好像也不错 对不对 对 像这个好像也 也蛮危险的 我觉得 等像这种 一律都不加的 一律不加 是是是 真的我也有 我发现如果有 这就是现在 科技 软体的 优更列吧 就是 优缺利弊 其他也可以透过 一些这种方式 盗用 或渗透的方式 然后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也常会收到这种 然后要嘛就是看起来还蛮帅的 跟我年龄还蛮相当的男性 那我心里想说我今天如果离婚 或者变长事 这个可能还会 我会想要兴趣 有进去认识 给他认识他 有时候他还会写 所以我有在追踪你的FB 对 这个人不是什么样的人 对 你感兴趣有没有 他就会讲一些这种好像还蛮肯定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网络交友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内在要有一个稳定 不然很容易 被这些所谓的田野蜜语花言巧 突然就觉得 昏了头 然后就开始 发展 当然这样一开始 也许 一开始是错误 但是 第二步的时候就自己脑袋要清楚 回来 所以我刚在讲 我那个个案就是很多 就交友蓝体专家那个 他常常其实 常常在第一步的时候 忘记了 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 又忘记了 到第三步的时候 又忘记 所以他才会有非常多段 的关系 同时在一个时间可能有跟不同的人 我觉得反应就是一个人内在的空虚 找不到自己的时候 常常就会想要透过这种方式 去填满 自己的生活 或证明说 我是有人爱我的 或有人对我感兴趣的 所以我才说那个自己内在稳定我觉得很重要 那这个内在稳定我想 不管是发展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包括在一个职场里面 我可以有稳定的工作 然后表现 我觉得跟你自己内在的那个稳定 是 都有关的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觉得反而重点回来是 当我孤单寂寞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这些网络软体去交友 这个没有问题 那同时能不能努力 一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的内在 心理的状态可以壮大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因为即便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自己是不圆满的 就是我才会讲 这是一个缺角的缘 那我永远要依赖 另外一个 来填满 我才会 我才会圆满 我永远要靠别人 我永远都 都是匮乏的 这样的人就会很痛苦 因为 会害怕失去 然后再当没有的时候自己会有空洞 不完整的感觉 所以永远要去追求 那追求不到的时候又会非常难过 那追求过程又会 患得患失 常受伤啊什么的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 来聊到数位世代的爱情距离 这个话题 邀请到了卓文娟老师 最后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 有一些 类似这种情感啦 或者说婚姻家庭相关的疑问的时候呢 有没有一些社会资源是可以寻求协助的呢 是的 那么 各位 听众朋友 如果有一些跟家庭感情有关的 就可以拨打我们高雄市教育局底下的家庭教育咨询专线 4128185 4128185 那服务时间就是我们一般上班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 9点 到12点 2点到5点 晚上6点到9点 那礼拜六呢 上午下午 也 分别各有开放 所以 听众朋友可以利用这样的咨询专线来 取得一些服务 接受咨询 那另外家庭教育中心会办理很多 内容丰富多元的活动跟课程 各位也可以 上 家庭教育中心的网站 去查询 好那今天呢 我们在幸福家庭甜蜜蜜呢 就是谈到数位世代的爱情距离 也谢谢高师大资商心理与 復健资商研究所的卓文君教授 兼所长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 谢谢卓老师 谢谢子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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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